重症肺炎患者不一定发烧 尤其是那些低体温的患者 他不但不发烧 而且体温明显的低于正常 在35度多 有的可能到34度 这些病人的病情 如果我们可以确定 他是重症肺炎的话 那这样低体温的这些患者 恰恰代表他的病情是十分的严重 而且愈后非常的差 因为他们本身的 全身的反应已经非常差 在体温方面已经无法反应 而且本身我们外界量的低体温 就是患者循环休克的一个表现 所以说重症的肺炎患者 不一定发烧 但是我们在那些肺炎患者 如果出现了体温的正常 或者是低体温状态 我们要警惕 这可能代表患者的病情 是十分严重 需要马上就医 佐伯平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